紐約市警方正在調查一宗發生在曼哈頓高地的案件 一名男子假務聯邦快遞的快遞員 在西159階的一棟公園樓內盜竊包裹 該事件發生於5月9日下午1點左右 該男子偽裝城聯邦快遞員工 從公園樓裡偷出大件的包裹 試圖踩單車逃離現場時 遇到了真正的快遞員 雙方發生對峙 當真正的快遞員奪回了包裹後 嫌疑人用刀具威脅要刺傷他 隨後嫌疑人重新搶回包裹 踩車沿著Amsterdam Avenue向北逃離 警方目前正在尋求公眾的幫助 已逮捕嫌疑人 之前人士可撥打紐約警局 Crime Stoppers熱線 電話8000-577-8477 進行匿名舉報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廣東 明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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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